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苏旅金瓜石的作者 赖淑雅 我生长在台湾东北角的瑞芳金瓜石聚落 这个地方呢 过去就是有许多人在这里掏金矿 现在则是让旅人们就是探寻人文的矿 继续挖记忆的矿 这本是属于我在这个我的家乡金瓜石的三军生活跟漫游文学 有朋友说苏旅金瓜石是一本属于台湾版的三军岁月 我个人十分喜欢这样子的形容 金瓜石是一座环山靠海的三层聚落 不管晴朗或者是这个落雨 它总是充满着它的魅力跟风情 适合女人用安苏的心来到金瓜石 尽情地享受它的缓慢与美好的时光 那么我想要用三个关键字来形容苏旅金瓜石跟我的故乡金瓜石 第一个呢 我觉得它是一个山与海之间的地方 那有着最美的人情与风景 那再来就是它是靠海的三层聚落 在金瓜石呢 可以说阳光跟这个丛鸣鸟叫是最好的闹钟与音乐 所以通常我住在金瓜石的这段时间 我都不去特别的设闹钟 在金瓜石我们可以见识到 有人文历史背景的这个拱形造型的三层巧骨鸡 可以散步到和服录 体验当年日本人穿着和服跟木鸡 走过这条和服录的那种怀旧感 那么除了美丽的风景 跟这个有采矿特色的人文历史以外 金瓜石它也是一个有美食所在的一个好地方 就是像是位在祁堂路 也就是金瓜石老街上面的这个 山山步咖啡跟米米路食堂 这两家店呢都是用超过屋宁 五六十年的房子老房子所改造而成的店 不管在空间感或者是这个饮食上 都会让读者食指大动跟指回票价 在疏离金瓜石中我特别有喜欢一张 集山缓慢在家的碳芬芳 也就是在书中的第141页的配图 这张配图呢我觉得它是最能够栩栩如生的 呈现出我在家乡金瓜石的一个 一种非常自在舒服的疏离状态的一张照片 那而我在另外一篇文章 庭杯中有写到一段话 人的一生有太多时候都在忙着低头赶路 不是专注脚下的步伐 就是定睛眼前离目标还有多久 甚少有时间稍微停下来 让自己重新归零 单纯欣赏思维的风光 因此事实地为生活按下暂停键 然后啊可以暂时的瘦练起自己飞行的翅膀 这也是我当初在写作苏黎金瓜石的初衷之一 在这里我要结成底邀请也欢迎大家 趁着防疫期间在家来看这个苏黎金瓜石 然后等到疫情趋款之后 也欢迎大家来到金瓜石展开一趟 含金量百分之百的这个轻旅行跟慢生活 让我们一起苏黎金瓜石 谢谢大家